作为都城 规模似乎并不大 但考古队员还是坚定的认为 这个遗址就是四水国都城 汉书帝李治有明确记载 四水国户25,025 口119,114 县3,0,4阳,于 根据记载分析 四水国是个非常小的王国 辖县只有三个 据考古人员研究 四水国的分封 和西汉王室的内部矛盾有关 汉景帝曾经分封自己最小的儿子 刘顺为常山王 但刘顺养尊处优 妻妾成群不务正业 与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关系不好 刘顺病逝后 太子刘伯不顾众孝在身 胡作非为 刘顺的长子对此极其不满 于是将情况上报给五帝 汉五帝派廷狱前去调查 这时刚继承王位的太子 非但没有收敛 竟然还私藏证人 擅自做主释放疑犯 于是 平御上奏皇帝 要求诛杀太子刘伯和王后休 但汉五帝念及手足之情 于是废掉太子王位 将全家流放到房陵 然而没过多久 汉五帝就后悔了自己的做法 觉得对太子的处罚过重 汉五帝认为 自己的弟弟刘顺死得太早 因而封刘顺比较宠幸的妃子所生的儿子 刘平为真定王 刘商为四水王 纵观百年历史 四水国并无丰功伪迹 只是一个势力弱小 无所作为的诸侯小国 就像大清敦出土的文物 既无金铝玉衣 也无黄肠提凑 随藏器武多为名气 而研究汉史的学者认为 四水国的弱小另有他因 四水国是项羽的家乡 汉朝不愿意让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大的王国 楚汉之争 项羽乌江自吻 刘邦从而夺得天下 为了彰显他的宽广胸怀 刘邦表示 诸相之属 汉王皆不诛杀 但有学者认为 刘邦不仅指使冠英 打开杀戒 还杀死了项羽的父母 刘邦夺得天下后 在徐州建立了强大的楚国 在楚国南面 分封了吴国 唯独把吴楚之间的 宿谦地区 项羽的家乡 给边缘化了 即便到了汉武帝时期 分封了四水国 但是也只是分封了三个县 极力规避了项羽的老家宿谦 王莽新政结束后 公元25年 东汉封建王朝建立 光武帝刘秀 曾重建四水国 九年后 光武帝废除四水国 将蜀地纳入广陵郡 送金之后 四水被黄河夺到 江淮多次爆发洪水 古四水国也就这样 淹没在洪灾之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